15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 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 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 乌方透露 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与俄总统普京举行谈判 当天在与北约远征军联合部队领导人 通过视频连线形式举行会晤时 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他强调 乌克兰明白这将产生的后果 北约国家担忧此举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 乌副总理维列修克15号表示 泽连斯基已准备好坐到谈判桌前 与俄总统普京举行谈判 维列修克说 乌俄首脑举行谈判 首先要就停火问题达成共识 这是一切政治谈判的开始 当天早些时候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内阁已批准一项旨在支持乌经济发展的草案 以确保在安全条件允许下 商业活动的开展和促进就业 泽连斯基说 首先乌克兰将开始税制改革 将增值税和所得税降至2% 并简化审计程序 一二类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自愿缴纳税款 其次 在确保企业遵守法律的情况下 政府将最大程度的放松对商业运营的管制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